踏秋赏景 尝遍美食 相信已经有不少人在着手选择自己国庆出行的目的地了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 这个国庆假期期间 各地将通过飞移精品展 飞移交流展 飞移民俗体验等方式 举办近千场飞移主题活动 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之旅 据了解 广东将开展月卢两地飞移交流展专程演出等活动 通过南北飞移演出对撞的火花 促进南北文化交流 上海将举办2024年南乡国潮大会 推出光影古镇 烟火古镇等系列主题活动 涵盖沉浸式游园 国风集市 书画连展文化雅集等 代表着浓厚历史文化的北京中轴县 预计将成为中外游客沉浸式游览的热门选择 数据显示 国庆节前两周 中轴县的鼓楼订单量增长38% 天潭订单量增长18% 贵州将举办多彩贵州游飞移半女行系列活动 在重点景区开展飞移集市 飞移互动体验等主题活动 整个障色表变移集市 飞移集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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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移集市